拿著玩具開心的蹦蹦跳跳 拿了玩具又拿東西吃 小心玩具可能變成肠病毒的傳染媒介 大概三到五分鐘 我們就把它拿起來立開 就是說實際上在實驗室裡面 它是證明可以被 可以殺病毒跟細菌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裝了他們的生成器 就還蠻大量的使用 因為是希望說小朋友在 操作的過程當中 他們所接觸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被清潔過的 不要互相感染 腸病毒透過腸道與呼吸道傳染 要防毒腸病毒的第一步 就是要做好消毒 老師帶著孩子洗手 用抗菌清潔液消毒身邊的物品 就是要讓腸病毒跟孩子們說拜拜 我們希望找到是殺菌 我們不要找到是抑制器菌 這部分要特別去注意 所以我們通常要找的就是說 這個小朋友他能不能去接受 或能不能去觸碰到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那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他是不是真的是有效去做殺菌的動作 醫生說的要注意聽 因為現在除了腸病毒在高雄 也出現第一例本土登革熱案例 居家環境消毒和整潔 千萬母堂釣魚清新 記者陳時煉兩萬魚台北裁縫報導 等